那我们现在连线可心让他来为大家展示一下这道芹菜炒木耳到底怎么做 可心准备好了吗 铁方老师我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好我是可心 今天呢为您带来的这道菜叫做芹菜炒木耳 它所用到的原料呢有香芹水发的木耳还有红椒和小料葱姜 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操作 首先呢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先要在锅中啊烧水 水中啊加入色拉油 还有精盐 烧水的同时呢我们将香芹斜切成段 我们将配料的红椒呢切成条状 葱姜 锅中的水呢已经开了 我们先下入木耳进行焯水处理 在锅中的水呢再次沸腾以后啊我们下入芹菜 略微的焯烫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呢下入红椒 点火 加入少量的色拉油 先将葱姜下入油锅当中进行煸香 煸炒出香气之后 煸炒出香气之后 马上下入三种食材 加入盐 一点点白糖 鸡精 用少量的水电粉勾芡 关火 今天的这道芹菜炒木耳就为您制作完成了 嗯 在这里